從1到5這5個正乘數裡面 來 任選兩個 任選兩個相乘 請問 任選兩個出來相乘 相乘之後把它全部加起來 請問相乘之後的總統是多少 應該連國小學生都可以做的 來 我給你一分鐘 嘗試的去把這個答案算出來 然後告訴我你會用什麼策略去處理 做做看 任選兩個 五個數字任選兩個 我可以問一下同學一件事嗎 五個數字任選兩個出來做搭配 請問喔 情況有幾種 如果你要用圖法令 像我在別班教的同學 他就一個一個算 比如說1搭配2就是2 1搭配3就是3 4 5 2搭配3就是6 2搭配4就是8 2搭配5就是ng 2搭配5就是2 加3 加4 加5 然後 2搭配3就是6 2搭配4就是8 2搭配5就是10 然後 3搭配412 12 3搭配5次都上 15 4搭配5多上 20 12 15 6 7 8 90 四种情况 全部加起来 候选答案是多上 没有错 85 对不对 如果你用头发练钢 这个题目 是不是可以做 可以啊 答案是85 这样做是不是可以 可是同学我现在 我讲另外一个方法 你能听到吗 同学你能看到 任群两个箱子 他要求的是 两两层集合 那请问什么地方有两两层集合的解剖在里面 是不是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的平方 是不是这边会有两两层集合 所以当你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接入 来测入学 你就跟着我一起写的话 我们考虑这个东西 1加2 2加3 加4 再加我们的完全平方 我们考虑这个东西的完全平方 这个平方展开 每个同学都知道 他前面一定会有一个平方 然后再加上两倍的两两层集合 他那个两两层集合 就用一个代号 那个代号 比如说我就花一个 花一个 这个东西 好不好 这就是我要的答案 那算这个东西其实很简单 这是多少 15的平方 这是200多少 25 那这边是多少 25 35 55 再加上两倍的 这个东西 所以 两倍的所得 OK 他等多少 225 接近乎是 150 170 所以 你就可以算出来 来 这个两两是集合 他的胆子都打 打错 是不是就没做错了 等一下 你用一直操吗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知道吗 像你讲这个啊 以前都有选择 会觉得说 老师 我知道你在做什么 但是我觉得这样做也很快啊 我跟你讲 方法其实没有好坏之分 像有些学生 他会很自卑 他说 老师我只会用一些看起来很难的方法 其实没有所谓很难的方法 只要你能够充分的去运用它 好 那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读法令刚也是一样 可是这个方法有一个好处 有什么好处 你知道 所以这个题目是 1到5 我跟你讲 这个题目如果我把它改一下 改成1到多少 1到20 正整数 1到20的正整数 任选两个出来相乘求中 请问你怎么会踩这个策略吗 不会 你说老师 就算我踩这个策略 1加到20 我问你 1加到20 你不会加吗 不会吧 这是个等差型数 对不对 那你说老师 1的平方加到20的平方 卖脑啊 这个东西我怎么会 这个后面会有公式 1平方加2平方加到n的平方 我会推出一个公式让你赴 我会叫你赴 所以简单来说 如果今天这个问题 变成1到20 对不对 我跟你讲 这个是好算 这个也是好算 所以这个东西 就会很快 就会被人做错 知道我来讲什么 没有问题 看一下 我们这个讲义 大家就讲什么问题 这什么问题 把你的鼻机拿出来 你的鼻机我带 我带 我帮 我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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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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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們要開始教喔 我要教高中部學理想知道的東西 今天呢 我們要跟我們102的同學來教 什麼東西叫做集合 寫上去 集合 集合一文叫做SED SED 主教我要把集合跟邏輯 讓你先有一些基本觀念 集合跟邏輯喔 我們的課本很快 它在高1下才要談 但是其實這不錯 因為你數學真的要學好 其實在高1上就要來集合跟邏輯 那我們就剛好利用這個 寫進教育的時間 我們跟同學把集合跟邏輯的基本概念 先幫你建立起來 這樣子你往後再學習數學 你的根基才會打得比較好一點 聽到好 好那我們現在喔 來我們來介紹集合的基本概念 好 慢慢寫 沒關係 我們會慢慢講 講到你聽懂 好 我叫做很簡單 第一個喔 這第一個 好這第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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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第一個先來談集合的基本概念 那它第一個小標題喔 我們先來談 什麼叫做集合 那所謂的集合喔 它的定義是這樣 定義喔 定義吧 我們現在講定義對不對 定義是什麼 規定喔 來所謂的集合是說 有一些 我換不同顏色的 來明確可判定 明確的 你看 主要東西 來 主層要確定 先把地基線上去 先把地基線上去 你看喔 這樣子站對不對 那如果穿過來了 就變這樣 那是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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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算很冷 我們來 繼續繼續 來看這邊 看這裡喔 集合 由明確可判定的東西 所組成的去 叫做集合 那這邊就產生一個問題喔 而且什麼叫做明確可判定 明確可判定 比如說我問你喔 由1到5的正整數 所形成的集合 你覺得1到5的正整數 你覺得這樣子夠不夠明確 明確嗎 這個集合裡面就五個東西 就1 2 3 4 5 這樣很明確對不對 那我問你 呃 怎麼這樣 所有的帥哥 帥哥 能不能形成集合 可以嗎 欸怎麼樣 怎麼樣叫做帥 帥這個東西是明確可判定的 不是嗎 比如說送中機帥不帥 帥 帥 啊我帥不帥 不帥 不知道為什麼送中機比較帥 還是我比較帥 那是什麼 吃大便 你沒有帽子啊 我跟你講 這個東西請注意喔 數學喔 不談三二也不談每一籌 所以你說 所有的好人所形成的集合 這句話就有問題 什麼叫做好人 對不對 你聽懂的意思嗎 要明確可判定 那這邊我跟同學講一件事情喔 通常我們數學在寫這個集合的時候 來 我們一般來講 會用大寫的英文字 來表示這個集合 比如說舉一個例子 來這個例子我寫在這邊 比如說舉一個例子 一到五的正整處 好 沒關係啦 我們這個慢慢講 就是 觀念就慢慢經歷行 一到五的正整處 形成的集合 好 慢慢講沒關係 暑假應該可以講一點集合跟邏輯 好 那 何學你 看這邊喔 像剛才那個例子 你就可以寫上去 就是 所有帥哥 沒有辦法形成集合 你聽到嗎 你可以自己寫上去 我就不寫黑板 凡是 數學不談三二也不談沒錯 所以這種 我是明確可判定的東西 是沒有辦法形成集合 好 所以我比送中的精算 謝謝 我覺得這個是明確可判定 明確可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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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是幫我女朋友講太高的聲音 好 來 這個集合 來 你看這邊喔 集合喔 我們會用大寫的英文字母來表示 那我現在這個大寫的英文字母 比如說我用A來表示好 好 那你這邊仔細看喔 集合的外面 要用括號 那同學問你 高中數學 我們學過的括號 集合有三種 括號有三種 你知道是哪三種 在旁邊寫個key齁 括號 你學到的括號應該有三種 哪三種 有大中小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好 來 來 小括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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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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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叫小括號對不對 來 那中括號長怎樣 方文 畫大一點 蛤 畫大一點 畫大一點 比小大一點 他要比大 這叫中括號 中括號是長這樣 你知道大括號長這樣嗎 小括號變大 你真怕太大 大括號是長這樣 你是說小括號這樣 然後中括號這樣 大括號這樣 對啊 對啊 等一下 你另外總說教職 這也是102班喔 你要不要去教室問一下 小括號中號大括號可以文 括號有三種 好不好 你看這邊 我跟你講 寫集合 外面要寫大中小 你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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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 這是用什麼大括號 大括號 要寫大括號 好 集合 要大括號 那這個括號裡面 通常我們要寫這個集合裡面的東西 那這個集合裡面的東西 等一下我們會介紹 我們稱為集合的元素 所以像這個 一到五個正整數所形成的集合 請問它的元素有幾個,有五個,是哪五個呢? 很簡單,一個一個寫出來叫做12345 就五個東西,就這麼簡單 所以首先我們這一節課,先跟同學建立 同學什麼叫集合的第一 由一些明確可見別或者明確可判定的東西所組成的群體 譬如說我舉另外一個例子 譬如說你植一顆骰子,是不是會出現某些點數朝上的幾點? 幾點? 幾點 是不是那個點數也會形成一個集合 那個集合裡面,你告訴我會有幾個元素? 6 那六個元素是什麼? 1點到幾點? 6點 對不對,就是類似這樣的一個想法 我們就可以建立起來 好,這第一個有關集合的想法 好,第二個,來我們定義另外一個名詞 來,叫做元素 好,叫做元素 那元素的定義很簡單 就是集合的組成分子 好,寫在你的筆記本上 簡單來講,集合裡面的東西我們就稱之為叫做元素 那集合跟元素當然是不同的東西 集合我們一般習慣上會用大型的英文字管來表示它 好,那元素當然不要用大型 元素再用大型 這樣你寫出來,人家就懂不清楚 你這個到底是集合還是指元素? 所以我們數學上在使用的時候 這個元素通常我們習慣上會用什麼? 小寫的英文字 會用小寫的英文字來編織它 可以好 OK,來,那接下來第三個名詞介紹 好,我們來講集合的基數 慢慢講 這個集合的基數它的定義是什麼? 來,它的定義是這樣 有限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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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裡面 到裡面,數和各處 到裡面,數和各處 有限集合 有限集合 我們把這個講完就好 我們今天就講到集合的技術 你先把這個抄完 然後我們現在來跟同學做個最後的說明 今天的課程就到此結束了 我們最後的課程 我們今天已經開始講到所謂集合的概念 集合的定義是什麼 有明確可判定的東西組成的群體 明確可判定 要明確可判定才可以 牽涉到三二、每一種那些都不行 那什麼叫集合的基數呢 首先你這裡看到一個因子 叫做有線集合 什麼叫有線集合 有線集合很簡單 這個集合裡面的元素 如果你數得出來 到底有幾個 這個叫做有線集合 那當然會有所謂的有線集合 就會有所謂的什麼集合 無線集合 那什麼樣叫做無線的集合 舉個例子 所有的正整數所形成的集合 是不是無線集合 是不是正整數有無線多 所以你知道 那既然無線多個 我們去算它裡面的元素個數有無線多 那就沒什麼意思嘛 所以我們在談所謂集合集數 是針對有線集合 才可以談它裡面的元素個數 那這個元素個數 通常數學上的兩種表示方式 通常對這個集合外面寫這個符號 這個符號有點像絕對詞 但是他們是絕對詞 它代表這個集合裡面元素的個數 那有時候我們會寫N of a來表示 有沒有人可以告訴我 為什麼N of a 可以表示這個集合裡面的元素 這個N代表一個定項單字叫做 Number 你知道嗎 Number 那個數量的意思 好 所以以這個例子來講 我覺得你看到手邊 這個A集合裡面有幾個元素 五個元素 所以Number of a Number of a 是多少 就是五 它裡面有五個東西 這樣可以懂 或者你寫這樣也可以 A然後外面加兩檔 有點像絕對詞的符號 這樣都是可以 好 謝謝各位同學 時間差不多 好 今天就先講到這裡 OK